气质甜美的艺人侯佩岑去年代言七夕情人节饰品 12号再度担任时尚手镯大使 在翡翠珠宝的衬托之下 侯佩岑更显得时尚优雅 他透露人生的第一个手镯就是外婆送的 让她非常感念 来听听她的小故事 翡翠手镯象征幸福圆满的人生 侯佩岑在出嫁的时候 收到了外婆送给她的这份祝福礼物 我记得那时候在结婚的时候 我外婆应该是就拿了她自己的私房钱 然后去买了一个翡翠的手镯送给我 那她觉得翡翠的手镯代表是圆满 然后戴在手上也表示说 家人永远保护着你这样子 所以就很谢谢外婆 以前还不了解外婆的心意时 侯佩岑坦言觉得翡翠很老气 但现在却有不同的想法 因为我觉得翡翠有一种很神秘的美感 而且她特别我觉得可以展现那种东方美的感觉 我觉得翡翠反而可以显现出女人那种优雅的女人味 然后搭配得宜的话我觉得也很时尚 话风一转记者们关心侯佩岑婚后的生活 她大方分享和丈夫相处的幸福小秘诀 就是尽量都是保持开心的状态 那见到面的时候通常都是 就是在比较positive的那个气氛之下 至于什么时候计划生小孩 侯佩岑觉得还可以再等两年 一想到以后可以帮女儿打扮 侯佩岑说自己比较想生个女儿 新唐里亚的电视播应该推拼 台湾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